今天我们迎来了三国之战略版的又一次重大更新 这次更新了两个新武将 虽然说其实说是两个 实际上就更新了一个 因为另外一个是内政将 然后就是更新了一个新的事件战法 然后就是在这次的改动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动 就是我们改动了兵书 那么我们在本期视频中 给大家先讲一讲关于新武将的一些看法 那么我们这次的新武将又不是SP孙策 是SP孙坚还有这个马军 而马军这个角色作为一个内政将 他就是一个提高自己奖励概率的角色 结果我们就不说了 这次我们就来说一说这次的新武将 SP孙坚和我们的新战法 没看到我们的新角色SP孙坚 的确是不张嘴了 在这次的美颜挑衅中 的确是变得帅了许多 而他自身的自带战法 奉令平路也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战法 作为一个百分之百发动的一个指挥战法 战斗中使自身有军获得功能性增益状态的时候 有3%的改变 而且额外受自身统帅影响 自身为主将的时候 还可以提升至40% 延长一个回合 这样子的话呢 第一可以有效的提升我们孙让香和孙权的一个发挥 因为孙权他这个回合数的确不算是特别长 能有我们这个孙坚的延长的话会很强 而且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策划是有意的去提升这个孙让香的结盟这个战法 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战法的一个提升来说的话 这个奉令平路的效果就非常好了 那么每次触发3次这个奉令平路的效果之后呢 就可以治疗友军单体 治疗率呢是40%而且受以损失兵力影响 若有军的智力值高于武力值则获得10%的攻心 相反的话呢则会获得10%的倒戈 简单来说呢就是可以提升有军的一个续航能力 每次触发3次就可以给队友施加一个吸血效果 这个还是挺不错的 智力值高的武将可以获得法术吸血 无力值高的武将可以获得物理吸血 对于刷让香和这个孙权的提升还是蛮大的 而且这样的话也能保证孙权不论是玩法刀流 还是玩这个物理刀流 都是可以做到一个非常不错的武术能力的 那我们可以简单的看出来的话呢 这个角色带这个战法 中无船子 真的要开始船子了吗 我们很好奇啊 那么不知道这个角色在后期能否发挥出更好的一个效果 而作为一个指挥战法的话呢 获得功能性增益状态必须是在回合内获得的 也就是说在指挥战法之前的功能性增益状态 是没有办法去延长回合的 只能到后续 比如说你带了一个强弓 然后获得了连击效果才能被增加回合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一点了 那么对于这个角色的一个发挥来说的话呢 我们还是需要进行现场实验的 那我们觉得就话不多说了 那么他自身所传承的战法 赴汤导火 这个战法呢是奇盾攻气息的乱属 也就是说枪兵不能使用 战斗的第二到六个回合 每个回合有50%的概率受统帅影响 为我军群体两到三人获得一次抵御 并且使其进入严密状态 严密状态呢 就是我们的抵御可以叠加 并且有效失常可以延长是八个回合 然后严密状态呢 是可以持续两个回合 首先这个战法看起来是非常不错的 又是说对吧 又是桃圆盾之光 好像桃圆盾又可以站起来了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战法 我们可以获得两个信号 第一个信号是 有了赴汤导火这个效果之后呢 桃圆又能进行一波加强了 桃圆的升天又要来了吗 第二点是 作为一个这种抵御类型的战法 肯定会对很多主动战法的队伍有所影响 不过对于此次的这个加强 我觉得又是我们必中小队的一次荣光啊 兄弟们 曾经大家都觉得 灵统这个角色也就一般般 能玩的队伍也就那些 但是现在必中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只要你有必中效果 打着赴汤导火 那还不是直接给他打穿 对不对 毕竟 必中效果是可以无视抵御状态的 而对于他后面的严密状态 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疑问 就是说 如果我当成吹绝打到你这个 携带赴汤导火的角色之后 把你的赴汤导火这个角色 技能抠掉了 那么我们的这个抵御状态 还会不会存在呢 这也是一个比较有益的问题 这个我们需要等到后续的一个 这个发现 那么在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新战法 新的事件战法 知己知彼 需要有为国 蜀国 吴国 任意的成将 各一个 然后进行兑换 那么它的效果呢 作为一个指挥战法 百分百发动 战斗的第一个回合呢 使敌我全体造成的伤害 降低35% 而且外外受致灵影响 又是突击战法 痛苦的一天 对吧 你不是喜欢玩突击吗 不是喜欢玩这三板斧吗 对吧 我赞必其风 知己知彼 这预低屏障 童甲兵 网上一带 你的这个突击怎么发挥 真的是突击太痛了 兄弟们 那么从第二个回合起呢 每回合有30%的概率 受魅力影响 使友军全体造成的伤害 提升3%到6% 受最高属性的影响 也就是说呢 有35%大概是40%左右的概率 可以使全体提升伤害 而且可以叠加持续到战略道结束 这个效果也还OK 毕竟前期的一个小减伤 对于这个队伍来说 就已经非常非常的不错了 在后期还能提升伤害 又是司马盾 对吧 又是一种脱回合的队伍的一个神技啊 那么知己知彼 在后续的一个发挥中呢 肯定也会用的非常非常多的 前期的一个大减伤 加上后期的一个伤害叠加 可以保证我们司马懿 在后期的输出越来越前 现在不是很多人都说 这个司马懿啊 这个张角啊 那空不死对面 对不对 那现在有了知己知彼之后 没准啊 的确是能发挥的不错的 不过唯一可惜的是 它这个提升的伤害 并不算是特别的高 而且需要叠加嘛 对吧 而且还有一定的概率 有点盖装盖的意思 不过整体来看呢 这个战法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了 那这次更新的新武将和新战法 我们就知道这里了 下一期视频 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兵书的改动 以及新家的兵书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